第一 该如何学好物理 面对物理问题 首先要先示住作简化的动作 你的问题是否有与经验上对应的概念 接着再将问题给图像画或模型画 问题中的大方向是深吗 有哪些小细节的问题要解决 并清楚了解哪些细节解决后 对大方向才会有帮助 数学是解决细节的好工具 但重点不在如何推导过程得到答案 而是推导过程与答案 带给你的物理概念是什么 是否能够预测趋势或解释现象 每个数理推论都要经得起现实的考验 对于每个问题或现象 都要有一套精简且严谨的诠释 第二 物理好的人重点都会放在哪里 物理好的人会先判断面对的问题 是否符合物理的基本定律 并且能正确将问题归类在所属的专业领域 接着在该专业领域中找出最基本的物理或数学模型与问题对应 在解决问题的行动前 会知道要用何种实验测量或数值模拟的方式 来验证是否与理论一致 最后了解实验误差的合理性与来源 并给出可以改善的思路或方法 第三 物理研究与物理习题的差异在哪里 习题注重演算得到精确的答案 研究找趋势以能够预测事物状态为首要目的 习题重点放在固定假设下答案是否对错 研究重点放在答案在什么情况与前提下才是对的 习题专业领域单一明确 研究会经常跨领域甚至需要创新领域 习题注重用何种方法解题 研究要自行开发新方法解题 习题遵守就有的规矩形式 研究须置依旧有思想并修正改善成新规矩